來 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獲利向前 從今天11月31號 而禮拜二行前是如何 再度回撤低點 而且又跌破 每一次的行情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看到未來的一個現象 連續幾集的節目 學老師一直不斷跟投資朋友提示叮嚀 不見兔子不殺鷹 不是每一次都是大跌大買 小跌小買 這個行情它就沒有出現一個正式止跌回穩的跡象 你憑借的是什麼 進場買股 很多人有講說要太弱換牆了 太弱換牆真的有比較好嗎 今天一堆的股票打到跌停板 是前一波的強勢股 收完盤了 現階段到底該如何處理這個行情 接下來又該如何看待 就是今天節目內容 重點了 你說我看見的畫面了 放輕鬆啦 收已經收完盤了 正常的情況 我在昨天跟投資朋友稍微提示 今天大盤要收月限 月限去看 連續三根的黑K 連續三根的黑K 就以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是在109年的年初 當時叫COVID-19 那個時候還叫武漢肺炎 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隔病了 然後過世了 然後封城 然後沒有解藥 才造就出加權的月限 連續三根的黑K 那這一次的連續三根黑K 有比上一次的嚴重嗎 FED升息 通貨膨脹 美國的晶片法案 尾巴的衝突 似乎啊 目前看到的利空 全部都是人為在座的利空 人為在座的利空 就叫做政治 沒有錯嗎 有沒有可能坐下來 好好的談一談 今天盤中 傳出了一堆的匪夷所思的鬼故事 聽說今天是萬聖節啊 難怪會跌對不對 我們一一的幫你做一個釐清 以及 昨天節目怎麼跟投資朋友報告 是不是單挑2317的鴻海 鴻海這一波的利空夠大了吧 昨天是不是千拜託萬拜託 不要傻打底點 今天有沒有反彈上來 這一波最弱勢的3105的穩貌 上個禮拜還在破低 今天咧 指數大跌的喔 盤中的出現恐慌性的賣壓喔 他持續的往上漲 所謂合適 行情下已經跌下來了 大起精神來 很多的個股你不要去殺低 我慢慢跟你講 你慢慢聽 不要緊張 不要照見 等待許老師下一個指令 指數往下跌 很多的個股打下來 甚至還有股票跌停板 現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等待加權指數的日KD黃金交叉 於是 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再看美股之前 我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看VIX指數 昨天的VIX指數是漲還是跌 下跌7.15% 所以昨天的美股上漲居多 而為什麼費成半導體 反而沒有跟上來 而費半沒有跟上來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費半跟台股的連動性是最佳的 如果費半漲不動的話 台股它要怎麼漲 所以早盤的衝高 你該不會又中獎了吧 現階段不要隨便去亂搶強勢股 弱勢股也不見得要殺低 你去搶強勢股 你去看喔 這個叫6.2.3.5的滑幅 過去的電動車的 車殼的 你看現階段 過去的強勢股 過去的強勢股 4763的材料 連續性的回檔修正 今天再殺一根跌停半 3530的金像光 是不是過去的強勢股 今天再殺一根跌停 6117的銀廣 需要什麼跟你提醒 左硬跟黑K 今天持續往下跌 講到銀廣 你去看2465的厲害 一模一樣啊 你再去看 6442的光線 是不是前一步的強勢股 高檔暴大量一根黑K 隨即回檔修正 還有咧 8227的G 過去的強勢股 今天一根黑K打下來 這個也是做細製裁的喔 想到細製裁 是不是想到昨天徐老師 跟你提示的8054的安國 昨天是不是爆大量 有沒有跟你提示 所以你只要把握到一個原則 你衝高你不要去追 更不要聽人家講什麼太弱幻強 現階段行情它不是太弱幻強的一個行情 你太弱幻強 你看這叫四季鋼 四季鋼今天什麼利空 推薦倒到跌停板 你去太弱幻強 換到連結 只能強勢啊 今天找牌開高啊 你一開高 你去太弱幻強 你把弱幻賣掉 去換到強勢股去 就開高震盪走低 原本最多的停損 最多的賠錢 也就頂多賠個10% 跌停板頂多賠10%嘛 但是如果是說你去開高去追 尾盤達到跌停的話 可能短線套牢就不止10%了 所以每一次的行情需要我會跟你叮嚴 現階段你要注意到什麼樣的現象 不然九陽也是一樣 昨天強勢股 今天馬上開高震盪走低 目前我們所面臨到的一個格局 是叫調整基期 清洗籌碼的一個結構 昨天的鴻海大跌 今天馬上進行反彈 兩天前的穩貌大跌 兩天之後馬上進行一個反彈 今天很多強勢的個股在做一個落後補跌 這不是調整基期是在幹嘛 那你既然知道還要調整基期 你還去太弱換強 你去追強勢股馬上落後補跌 那時候犯了再投資的風險 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把A停損掉 然後去買B 期待B可以挽回你的損失 沒有想到B又出現一個落後補跌 開高震盪走低 那下一次要停損B去買C嗎 那你可以停損幾次 每一檔個股不要多 算15%來停損好了 三檔的15% 就45%去囉 人家是負利的不斷在往上堆疊 如果你的策略錯誤 是先停損15% 再停損15% 再停損15% 你的人生當中有幾個15% 所以不見得 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停損它真的是美的 但是你要停損在相對的位置點 你今天加權指數打下來出現一個成交量 根據龍捲風操盤說 日線就要早買慢一點 周線就要看波段 日線就要看趨勢 當日KD死亡交叉 它本來就是要跌啊 問題是 你現階段 它是在第一天往下跌嗎 這叫第一死亡交叉嗎 你現階段來講是第一天往下跌嗎 不是啊 那萬一正一正正一正 它又往上漲的話咧 那你要有把握可以買接著回來 你原本你投資100塊 你這檔股票如果是原本是買100塊 你到85塊的時候停損 停損掉之後 它隔天跌到80塊錢 你就要有把握買到80塊錢 你如果沒有買到80塊錢的話 它瞬間打下來之後 出現下引線 一拉拉到86塊錢 你停損在85塊錢呢 現在拉到86塊錢 盤中曾經跌到80塊錢 你停損掉你沒有低接回來的話 你是白停損 是白虧的喔 因為它反彈到86塊錢 所以每一檔個股 現在操作難度確實是有 但是即便是有 徐老師跟你講策略跟你講方法 你想辦法依照這個策略 之前沒有避開下跌 沒有避開就沒有避開了嘛 但是你不能再做錯動作 你又停損在底點 那你將來你現在賠到的錢 你要怎麼把它移補回來 好不好大家加油喔 這個行情確實是不好操作喔 不好操作之下 我們來看看到底要怎麼去解讀嗎 尾巴的衝突 包含像二屋戰 尾巴的衝突 現在美國眾議長上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幹嘛 發行債券 第二件事情要幹嘛 拜登他需要軍購案啊 軍購案批了三個國家 第三個國家是台灣 所以市長就搖銀就在喘 喘什麼 中國大陸會複製 以巴的衝突拿來對台灣 盤中的鬼故事一堆啦 結果勒 路考慮模仿哈馬斯突擊台 解放軍現在承認出絕對不會模仿 那你要相信誰 行情底下絕對是一大堆恐怖的鬼故事啊 你呢你那個盤中 你去看個聯線節目 你真的聽越聽你就越擔心害怕 你一擔心害怕 他就很有可能把股票停損出來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漲的時候都一窩蜂 講的經濟熱道 每個都講得很好 又會衝動想跳進去買 疊的時候 哇大家都很可怕 每個都殺 以一傳百 昨天洪海也是這樣啊 之前文貌也是這樣子啊 我大概跟你講文貌的故事 除此之外 先跟你傳解放軍 除此之外跟你講副總統 跟你講什麼 副總統講什麼 說十點半傳出來 副總統講說只有一個空字 他哪裡是講股票要做空 他就講藍白核 所以你不要 有的時候你不要把政治跟股票進行 你不要把它結合在一起嘛 不要人云亦云 就像洪海的事情也是一樣啊 政治就是歸政治 經濟歸經濟 我曾經有錄 我有做那個YouTube 我有做一個那個短影音 你自己去看洪海的那一篇 然後咧 盤中又傳出 美國出口新規 可能會導致於NVIDIA取消 中國50億美元的訂單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個利空喔 早上更早更早傳出來 大概一個小時之前 你自己去看喔 為什麼市場上的消息 他不是寫傳 傳說的傳 就跟你寫可能 有沒有辦法經過證實 沒有辦法經過證實 沒有辦法經過證實 沒有辦法經過證實的言論 那萬一他這個言論是傳錯的話呢 那賠錢要算誰的 所以很多東西你人云亦云喔 你就會發現到 以而傳而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知情人士說阿里巴巴 字節跳動及百度等 中國大陸AI雲端運算巨破 都以大量採購 預定明年交貨的晶片 來自中國大陸的大企業 明年的訂單超過50億 當美國政府去年首度出口禁令之後 他們就開始積極的搶貨嘛 然後知情人士又說 今年是怎麼樣 計畫明年要提高這款晶片的一個銷售 但是咧知情人士又偷漏 在美國發佈加強管制的管制之下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出貨了 大約在50億 50億 而且還有NVIDIA Intel和超微 那我想請教你 知情人士是誰 誰是知情人士阿 再來 以巴衝突所影響的 範圍是可以到多大 二烏戰影響的範圍是有多大 二烏戰打下來之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烏克蘭 他產什麼 他有礦 他有什麼 他有農產品 有天然氣 有石油的一個問題 跟俄羅斯有這麼多牽扯 那尾巴衝突對什麼會有關 跟油價會有關 而油價現階段是幹嘛 疑似在做頭 所以很多事情 你慢慢慢慢去抽屍撥檢之後 你會發現到今天的下跌 他是恐慌性的一個賣壓 是城市停損的賣壓 為什麼城市停損賣壓 我之前教過大家 這個行情他一定要重建下影線 要有下影線出來之後 他才有辦法出現望上公 或者是說當日KD黃金交叉 他才有機會望上公 你再來看 三天前的一根黑K有沒有下影線 他是沒有下影線 所以他本來就必須要重建下影線 今天也是一根黑K 下影線也不夠明顯 所以他必須要重建下影線 否則就是讓他低檔出現黃金交叉 別無他法 那在此前提之下 你當然這個地方 你就是不見兔子不殺音嘛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還是每天跌就每天買 你有多少錢可以買 還是停損掉A去買B 都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我看到什麼現象 我就跟投資朋友分享什麼現象 於是 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美股的稻窮 昨天的稻窮是沒有破低的 所以你看他日KD 是疑似準備要黃金交叉 納斯達克也是一樣 日KD死亡交叉開口進行收斂 而昨天節目徐老師怎麼講 我說我是期待 廢城半導體出現黃金交叉嘛 沒有錯嘛 結果廢城半導體有沒有出現黃金交叉 沒有 再破低出現一個下影線 所以再怎麼樣 就是看廢城半導體 廢城半導體跟台股 聯動性是最密切的 如果廢城半導體 低檔出現黃金交叉 台股當然就是比較有機會出現黃金交叉 不然你以為 台股它要憑藉什麼力量出現低檔 望上反彈 有這個能力嗎 有這個能力嗎 今天台積電有沒有大跌 台積電沒有大跌 2454聯發科有沒有大跌 聯發科沒有大跌 但是我講過了兩大主流 一個叫做AI的細製裁 一個叫做CPO嘛 CPO光通訊 光通訊元件 跟AI會有關 跟網通會有關 跟美國的基礎建設會有關 跟中國大陸的網通基礎建設也會有關係 如果去美化去中化 CPO它就是會懂 這很簡單的道理 AI的概念股哪一個類股的毛利率是最高的 當然就是ASIC嘛 所以你把指標股拉出來 3661的世心 昨天眼看著他當股王了 眼看著就要創歷史新高了 今天他老兄給你開高震盪走低 殺一根黑K 那你世心你不公 你帶頭都說不公 你創意他有辦法動嗎 你3035的支援他有辦法動嗎 再來 CPU的概念股 4979的華星光有漲嗎 沒有漲 4908的前頂有漲嗎 也沒有漲 兩大主流都失去支撐 失去了望上攻堅的動力之下 台股當然今天來講話 就沒有動力 你沒有動力 成這樣要補不上的話 只好往下殺 殺盤去取量 你一旦殺盤取量 AI的組裝 6669的圍影這一波 最為在強勢 是不是疑似要打底了 今天一根黑K灌下來 你強勢的圍影都往下灌了 你廣達你撐得住嗎 你技嘉你撐得住嗎 是不是在破低 是不是又破低 跟基本面有沒有關係 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 跟信心程度 跟籌碼面會有關係 而信心要建立在什麼身上 你要怎麼樣在股票市場會有信心 你要有辦法可以賺錢才有信心啊 問題這個行情 有辦法去賺他的錢嗎 有沒有辦法 一堆人套到華府啊 那材料基本面都媽好 他今天開高震盪走地打下來 你看營收 你看營餘 那你這樣怎麼做 那你要怎麼做 所以現在你變成是說 很多的東西來講 跟你原本規劃是不一樣的情況下的話 自然而然停損賣壓就會出來 那要怎麼樣回歸正常 美股你要先漲嘛 台股低檔2K低黃金交叉嘛 然後咧 台幣你不能一直扁啊 然後你有基本面的股票你要漲啊 你一直說AI很好 你一直說AI很好 營收會大爆發 第四季統計學就是有行情 那你偏偏就沒有出現行情 投資人一進去就套 一進去就套 誰的資金會再丟進來 然後指數再破低 當然就出現一個停損賣壓嘛 所以你今天晚上你要觀察的是什麼 你要觀察今天的指數在破低的過程當中 融資餘額有沒有大幅的摔 有沒有大幅的減退 你不要今天融資餘額又增加 應該不至於吧 你看他這一波融資餘額喔 加權的喔 減的幅度不多耶 大家對於這個行情還是有所期待 那你有所期待你用現股金去買嘛 你用融資金去買的話 自然而然的幅額就比較多 主力大幅他就不容易去拉 那你不容易去拉的話 自然而然大家都沒有 沒有肉可以吃啊 就會變得比較辛苦一些些 那比較辛苦的情況下的話 你就只能打起精神來啊 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投資朋友講 我的節目你要當成是連續去再看 你要把它訂閱起來 連續幾集跟你講說 不見兔子不殺音 你股票也不要換來換去的 你看穩帽 你如果上個禮拜 把穩帽砍出去 現在連砍兩根喔 你換那支股票也不知道有沒有 漲還是跌 你換 除非你確認了 你買新的會比較會漲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認的話 穩帽你也賠了 新的股票又賠了 那幹嘛換 幹嘛多止一句 Lighting要有 每一次的操作策略會不一樣 我節目會跟你提示 好不好 這個 現在這個行情就是 不見兔子不殺音 我沒看到兔子 我幹嘛把老鷹放出去 不要坦白說 老鷹快要餓死了 講真啊 那兔子一直沒有出來啊 那怎麼辦 你看我們上個 你看我們昨天講 穩帽 要磨耐心 稍有轉接他就搶拉 然後跟你講 洪凱也被欺負了 今天是反彈 所以你去看穩帽 現階段來講 這個地方叫小底 這個叫頭部區比較大 你就一把現階段打出來看 當小底面對大頭的同時 你就必須要靠成交量去化解 確實今天成交量出來了 很可惜行情不好啊 你如果今天放大量成交量出來了 然後你一根長紅棒上去 突破這個低點 直接往上嘎的話 穩帽帶動了 洪捷科帶動了全新 一旦帶動之後 所有的手機概念股同步往上攻 智慧型手機都往上攻的話 市場上的評估模式就很簡單 他會評估 手機確實從低檔翻揚上來 那這樣就會比較好拉 手機那一塊就比較好拉囉 那PC呢 PC要看誰 看Intel 看微軟 然後主要紅海是不是人人喊大 主要有什麼跟你講紅海 有啊 今天馬上消息出來 NVIDIA幫他站台啊 然後NVIDIA講說 如今NVIDIA對紅海的訂單不減反爭 誰說的 所以今天紅海就逆施抗底 不見得要馬上去做紅海 但是我要跟投資朋友提到的一個重點是在於 股票接很多股票是往下殺的 你看紅海還都有辦法反彈 你看穩帽都有辦法反彈 那你有必要要在這個地方去做殺低的動作嗎 也許沒這個必要 這樣有沒有安慰到大家 不好操作 但是 要怎麼去面對 時間就拉長嘛 所以昨天美股VIX下跌 這一半他但是要破低很可惜 所以台股同步破低 要重建下影線 家人指數日KD還是在20週 不見兔子不殺 一樣 無耐性 稍微轉強 稍微有轉型就轉強了 今天其實還是有些個股是轉強的 但不見得要進去追 只是現在行情它是變化的 你今天搞不好轉強了 你進去追 搞不好明天就變弱了 所以今天比較可惜的地方 在四星它沒有辦法攻 那四星為什麼沒有辦法攻 外資又調升平等了 每次都這樣子搞 我待會給你看證據 但PC和手機確實是低檔復出了 人氣股多檔跌停 那是必要之二 那叫補跌 那叫清洗福額 那叫加速趕跌 那沒辦法 那要趕跌到什麼階段 再問你一次 要趕跌到什麼階段 你要看到加權指數出現下階線 或者你要看到加權指數日KD黃金交叉 好不好 不要去拆低啊 你每天去拆低 上個禮拜覺得低點出來了 今天低點又更低了 對不對 所以Intel報喜PC是復甦的 那你稍微去留意一下 PMIC庫存開始在進行一個回補 連發科的法術會有去看嗎 這一波因為得移啊 過去的得移 電源管理IC的得移 還要做一個殺價競爭 但現在來講 眼看他可能不會為了提升駕動力而去砍價了 對價格的穩定度 他會有一定的貢獻 再配合的NB Notebook 慢慢出現一個止跌回穩 AIPC拉貨 有可能PMIC也開始見底了 所以每個產業我稍微跟你做個分析 那至於相關概念股 你來我的Light 廣達是不是又放利多了 可惜股票漲不動 盤面上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馬上11月1號要來了 微軟的題材 那有沒有辦法帶動 微軟跟誰有關 微軟跟創意有關 亞馬遜跟誰有關 亞馬遜跟微銀有關 你要分清楚 一個是創意一個是微銀 兩種都高價股 拉上去之後整體的本益比拉上去 相關概念股同步就往上攻 所以石油為什麼往下跌 因為委內瑞拉 美國他本來是不讓委內瑞拉 石油無限制的賣 他要給他制裁 但是眼看著尾巴戰爭不斷的擴大 我開放你委內瑞拉可以來賣石油 那當然我開東西變多 石油就下跌了嘛 誰要控制的 美國啊 很多的事情你搞懂了以後你就知道了 前程 學老師持續看好 引廣 講完之後 短線衝高 走N自行上攻 過高之後開始再震盪 不要再追 提示過很多次了 伊朗稍微留意一下 伊朗有沒有可能加入戰局 如果伊朗也跳進來尾巴衝突的話 有沒有可能變成是阿拉伯人跟猶太人的對抗 情況就會變得複雜了喔 稍微去留意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也每天幫你盯 不然NVIDIA大量區是不是之前抓給大家看過了 然後我甚至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我講 TESLA是叫乖離的反彈 因為大量區離很遠嘛 就是稍微反彈之後 又再破底了 所以股價跌勝會進行反彈 反彈 足底不成 反成投在破底的 會比比皆是 所以股票 你現階段 是不見兔子不殺鷹 急跌了 先不用賣 但是你反彈 你要開始太弱換強 下一個階段到時候再跟你講 好不好 每一次每一次的行情會不一樣 等到加權日KD黃金交差 主流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那個叫強勢類股 那時候就要把你弱勢股調過來到強勢股去 到時候要跟你提示了 好不好 每一次的行情會不太一樣 所以股票你不要怕它跌 行情你不要怕它跌 3017的旗紅 持續看好 小金基叫富士達要掛牌了 有沒有任何的模型兩可 CCL聯帽 PCB台藥 CCL台藥 然後是不是帶大漢語波 是不是行情在望下 我跟你講投資買那麼多 投資買還不進來會漲 我昨天跟你講過望虹 但漢語波他就是會漲 為什麼 EPS4.6 今天是不是逆勢抗跌 有沒有提早跟你告知 不要怕跌 跌你才可以看得出誰比較強 跌你才會知道到底誰會為你好 台積電法縮會就是好 無庸置疑 COAX就是好 無庸置疑 中砂就是好 無庸置疑 沒有任何的模型兩可 全部都給你斬丁截鐵 然後咧 你看3661的視訊 你看怎麼玩 第三季溫和是下滑的 然後連兩根漲停 而利空他就拉漲停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哪裡 利多出來了 外資調升平等 建立史高 又開始回檔修正 跌到季線 我跟你講是該買不該賣 是不是上去了 又開始進行反彈 反彈漲到哪裡 漲到昨天為止 10月30號禮拜一 今天咧 又跟你調升平等 老慣例 又開始往下跌 所以四星往下跌 智元創意 當然首當其中就往下跌 當然偽創偽影 同步就往下跌 所以股票啊 你要記得 高出低進 佈局完成之後 你就要觀察 到底現階段的行情 是所處在哪個戰略位置區 那不要亂做 來我的Light 我會操作 認同學老師理念 有希望我幫忙的人 好好留意節目過後諮詢專線 感謝收看 明天見囉 掰掰